大家好,大家早安,網上的電影節目早安 今天我們來看約百記第十四章 將它分段,一到六節是一段 七到十二是一段,十三到二十二是一段 三個大段落 其實三個大段落是說不同的主題 第一個大段落是說到人生苦短,沒有安息 這是我給他的題目,人生苦短,沒有安息 第二個大段落是,人非樹木,可以生生不息 第三段落是,人生的指望何在 但為何會有這三段的出現呢 其實這三段落是,我們看下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這三段真的很苦 完全沒有盼望,完全沒有出路 人生就是這樣嗎?人生就是沒有希望嗎? 若白到了這個時候 他對人生的頓悟是否就是這個境界呢? 我覺得不完全是 其實這個時候的若白 把這個人生觀其實是怎樣呢? 應該是這樣說的 因為這張是延續上一張,對吧? 上一張其實他不斷地跟神說 你不要遠離我,你和我面對面,你和我聊 只有你明白而已 所以這張延續下來的時候 其實是延續上一張所帶來的一個論點 這個論點是甚麼呢? 其實若白是把一個沒有了神的人生 套在自己身上 因為現在他在苦難裡,他見不到神 他在苦難裡,他沒辦法感覺到神的同行 所以他看到的就是 現在他的人生和一個沒有神的人的人生其實是一樣 如果沒有神的人生就像這三個大段落一樣 人生是苦短的,沒有安息的 人生就像樹木一樣 樹木一枯毀,樹木一… 樹木還可以身身不適,但人不是 所以人是死了之後沒有復活 所以還有第三個大段落就是 如果沒有神的話,人生的指望在哪裡呢? 這個就是這樣 但為甚麼若白會這樣做 將這個人生的頓悟 或者將一個沒有神的人生的常態 套在自己身上呢? 其實他就是要在這個位置裡告訴神 神,我現在就是這樣 因為你不來找我 我看不到你的臉 你的指望向我隱藏 你的心意向我隱藏 你的臉也向我隱藏 甚至他感覺到神是遠離了他 現在在他身上只有神的怒氣 而且神好像無故向他發怒一樣 神激打他是沒有原因的 所以這就是他的問題 當這樣的情況發生的時候 他就發現原來我的人生和罪人根本沒有分別 和沒有神的人完全沒有分別 那我的指望在哪裡呢? 神,你是不是應該出來交代給我呢? 又或者你是不是應該出來 告訴我你的心意到底是甚麼呢? 這個就是若白的心情 我想這個心情很多時候 我們在苦難當中的時候 我們都很自然會問 究竟發生甚麼事 神你在哪裡呢? 我的人生和不信主的人的人 有甚麼分別呢? 甚至有時候我們的靈命低落的時候 我們都會想 就是… 我現在比那些更壞的不信 有否有人試過說這番說話? 我也試過的,是嗎? 是的,我也經歷過… 我也經歷過不少事情 是嗎? 所以,當你人生到最低谷的時候 信心插水的時候 有時候你也會問 當年我在監牢裡面 我也會問 神,我為了一個信主的人 為甚麼我今天淪落到這樣的地步 那些不信的人的人很相對 我認識很多朋友 我現在就在三支鐵枝下過生活 我想起那些不信主的 行事又詭詐的 做生意又出鼓劃的 他們現在在大魚大肉 燈紅走陸 我就蹲在一個這樣的地方 我究竟錯了甚麼 我做了甚麼壞事 我做了甚麼值得我在這樣的地方 在監獄裡 這真的是千古冤獄 完全沒有證據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他說甚麼就是甚麼 你百詞莫辯 你說甚麼都說不到 是不是 我表現得比較鎮定 他就說 看你的反應這麼鎮定 你一定受過專業訓練 這樣也可以 完全沒有公義、完全沒有公理 若白現在也是這樣 發生甚麼事 我的人生 跟無神的人生分別何在 這就是我們苦難當中會問的問題 其實若白也代我們把這個問題帶到神的面前 今天對我們的盼望是甚麼 原來我們連這些心裡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帶到神的面前 神是一個最高EQ的神 神真是不輕易發怒 有封聖的慈愛 所以這些說話 如果我們對著人提出質問 其實人很難承受 但是神可以 所以其實我們就去到神的面前 若白就是這樣 把他心中的這些疑問 把他這些不滿 都帶到神的面前 我的意思是甚麼 如果我們在苦難當中 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我們會逃避神 遠離神 覺得我們信主和不信主都沒有分別 甚至信主比不信 那我不信就離開了 我遠離神 這是一個選擇 若白所選的是另一個選擇 雖然他不明白 他覺得很辛苦 他覺得他跟罪人沒有分別 甚至可能比罪人更差 但是他不是選擇逃避神 而是選擇更加來呼求神 神,你告訴我 神,你不是這樣的 有時候覺得也挺稀奇的 神,你沒理由是這樣的 我所認識的神 幾十年來 帶你走過這麼多片段的神 不是這樣就把我丟下 信主和不信主的 沒有理由一點分別都沒有 所以他現在來到神的面前 就是要捉住這件事 其實這也是他最後信心的底線 就是他死不服氣 沒有理由是這樣的 他三個朋友 其實是把他拉向另一邊的 雖然他三個朋友 好像很認識神 好像是來安慰他 但他安慰的說話 反而成為重擔 如果你真的受了他三個朋友的安慰 你就真的好像他太太所說的 就是你棄住神,死了就算了 沒有出路了 是吧 因為那三個朋友就說 你一定是有罪的 但他想來想去 想不到我的罪在哪裡 那你這個問題就解決不了 你解決不了 到最後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斬腳趾、鼻沙蟲 算了吧,我已經死了 既然我已經是千古罪人了 一死了之 一死以謝天下 那時候就斬斷了跟神的關係 但約伯不是選擇這條路 約伯所選擇的就是 在這麼艱難的日子裡 更加地捉住神 神啊,你不是這樣的 神一定是有一個原因的 祂就是最終都要讓神出來 進入祂的世界裡 進入祂的生活的場景裡 讓祂能夠明白 其實約伯跟神在說什麼呢 就是神啊,你讓我死也死得眼閉了 我… 我在苦難當中的時候 你來跟我對話 如果我是活該死的 你讓我死得眼閉 你讓我死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死也要抱著你 死也要在你的懷裡死 我也不要死在外面 這就是若白裡面的心情 祂辛苦也在這裡 就是因為… 為何神不回應呢 為何神不出聲呢 好,我們今天回來這個場景 祂把罪人的生命套在自己裡的時候 向神發出這個問題 信的、不信的 分別何在呢 第一個大段落 人生苦短,因為沒有安息 他說 人為苦人所生 日子短兆多又患難 出來魚花又被割下 非去魚影不能存留 這樣的人你起真眼看他嗎 又叫我來受審嗎 誰能使潔淨之物出於烏迪之中 無論誰也不能 人的日子既然限定 他的月數在你那裡 你也派定他的界限 使他不能越過 求你主眼不看他 使他得血色 直等到他像 故功緣不他的日子 每一個人都是由苦人所生 日子短兆多又患難 這就是若白所看到的 人生的頓悟 原來每一個人在世的日子 都是短小的 而且多又患難 人生就好像出來魚花就被割下 非去魚影不能存留 人生是沒什麼機會可以存留 人生是很短暫 這就是若白所看到 當然我們剛才前面已經說了 這個人生就是一個武神 如果我們的生命裡沒有神的話 其實日子是短的 患難亦是多的 所以這樣的人 第三次就是 你起真眼看他嗎 又叫我來受審嗎 其實人如果人生這麼苦短的話 為何神要看他呢 因為對永恆的神來說 人的一生意義在哪裡呢 其實神眨一眨眼 人已經過去了 既然是神 你為何要看呢 你不如對著我眨一眨眼 那我就沒有了 對嗎 所以這就是若白所說的 既然人生是這麼短的 你不如不要看著我 如果你看著我 讓我這麼辛苦的話 然後你看著我 我在這麼辛苦裡面 你又不理我 你又不回應我的話 不如你眨一眨眼 就讓我過去了 這就是若白所說的 人是不能夠存留的 既然人生這麼短 為何你要我來受審呢 其實意思只是 就算我有天大的罪 只要你一眨眼 其實已經過去了 你是不是要跟我計較到這樣的地步呢 如果你跟我計較到這樣的地步的時候 你又閉口不言 那意思是怎樣呢 你不如就告訴我 我有甚麼問題 你不如就來拯救我 你不如就殺死我 其實這就等於他跟神說 神,我可不可以給你三個選擇 謝謝 神,不如三個選擇給你選擇吧 要不你眨一眨眼就讓我過去 要不你眨一眨眼就別看我的罪 要不你便拿著我的命算數 可能還有第四個選擇 要不你便出來跟我對話 但是這幾個選擇 拋了出去之後 神暫時沒有回應 所以這就是若白心裡的翻騰 其實人就是這樣 人跟神相比之下 其實是不能相比的 誰可以使出潔淨之物 出於污泥之中 其實誰可以為人除去罪呢 只有神 答案是只有神 這裡文面上沒有說 但是心裡人人都知道 所以他在這裡等於發出 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人生既然如此短 但是只有神 你可以讓潔淨之物出於污泥 你可以讓人得潔淨 免除罪 但是為甚麼你不把這件事 走在我的身上 有時候我們也會 我們在軟約中很痛苦 在掙扎 我們也會問神 神為甚麼我這個軟約周而復始都在 神為甚麼你不幫助我可以勝過呢 我們要知道在若白的年代 聖靈還沒有降下 人對罪的時候其實是無能為力的 但是有些人又夢神保守 在罪上他可以比較有能力去對抗 所以若白也提出這個問題 為甚麼那個不是我呢 其實本來若白是這一類人 夢神保守他 他一生在一個二人的道路當中 所以蒙福也有所謂 是嗎 連撒旦也是這樣說的 是嗎 但是撒旦又提出了一個疑問 若白之所以這樣 起是沒有原因的嗎 若白之所以是這樣 是因為神四處用泥巴保護他 是嗎 所以他根本沒有機會去犯罪 但事實是這樣嗎 所以神才要跟魔鬼展開了一場 其實是一場爭戰 展出這一場的爭戰 表面上好像只是關於若白一個人的事 但其實是關於萬世所有的人 因為這場的蘇寧戰爭的聚幕 面紙打開的時候 其實今天我們看若白的 同樣讓我們在苦難當中有一個盼望 就是原來這是一場爭戰 而這個爭戰是必須會發生的 因為罪扭曲了這個世界 苦難進入了人生的裡面 人生就有苦難 不過 當然到了耶穌的時候 耶穌將這個真相揭得更加清爽 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我已經勝過世界 這就是耶穌所跟他們所說的 但現在在這個時空中 若白所看到的 他不明白的地方就是這裡 為甚麼我今天來到這個境地 如果我有罪 你不如直接告訴我 罪在哪裡 讓我心甘命底 要不然我有能力匯改就匯改 如果連匯改的能力也沒有 至少也讓我死得明明白白 這就是若白的疑問 但他看不到的另一個圖畫 就是這場爭戰 在這場爭戰裡 苦難並不是一個 跟罪直接掛勾的東西 當然間接是 因為如果沒有罪 世界不會陷入這個光景 苦難就不會存在 罪其實被複補了 或者我們叫做扭曲了整個世界 所以苦難就會出現 無論你是以人罪人 你也會面對苦難 就好像太陽 日出雨日落 日後照好人也照壞人 這就是現在世界的現況 所以苦難無法避免 無論你是以人罪人也好 本來神四處來保護著若白 讓他不受苦難 但問題就是 罪的爭戰裡 讓這個尼巴被撤去 所以苦難臨到 但問題就是盼望在哪裡 這就是我們再看若白記下去 最終找到答案 所以他說 神啊 只有你可以為人除去罪 只有你可以使出這個潔淨之物 出於污泥之中 其他無論是誰都不行 人的日子亦是你限定的 我們的月數 我們的日子都在你的手中 人沒有辦法越過這個紅溝 沒有辦法越過這個界限 人是一個短暫的生物 從我們出生到我們死亡 一切的日子都在神的手中 人無論你有多麼聰明 有多麼有能力 你無法讓自己的壽水 多加一刻或一日 人的一生都是在牢獄的裡面 這個其實也是苦難 在牢獄裡面 我們得不到血色 第六節 其實這個血色所說的 就是在神裡面的安息 如果沒有神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真正的安息 我們的一生不過是老虎 轉眼成胸 這就是沒有神的人生 但是今天 若白將這個人生套在自己身上 因為他覺得神遠離了他 他看不見 所以他沒有辦法進入 跟神一起的安息裡面 就是說若白就算想守第四階也守不了 當守安息日 其實第四階的安息日 就是要我們進入安息裡面 與神連結 但是現在若白跟神好像連上一樣 一條線斷了 這條線斷的時候 他甚麼都做不到 我們昨天 我們也嘗試 我們有一部電腦想連上網 可以做一些門卡出來 發覺一連不到 後面的所有東西都亂了 你想做一個門卡就做不到 你想做甚麼也做不到 這個連線就是這麼重要 現在若白就是說 當我的連線跟你斷了的時候 神啊 我就像普通人一樣 日子是苦短的 苦難是何其的多 只能呼求的就是 神啊 你眨一眨眼地放過我 讓我如飛而去 讓我在這個世上不再存留 神你是否要這樣 這個是不是你的心意 這個就是若白記今天的第一個提問 人生就是這樣 就像故宮的緣不去的日子一樣 即是你要走到盡頭 才有一個僅僅的安息 但這個安息是不是也是真正的安息 也不是 如果沒有神的話 就算我們的日子好像故宮做完一樣 那個安息也不是真正的安息 那個只是一個短暫的血色 這就是若白所發出的疑問 為甚麼我今天落到這樣的境地呢 神 你在哪裡呢 我是否要活一個 苦短無安息的人生呢 好 下一個段落 7到12節我們才來讀 書若被撼下 還可死亡發芽 亂知生長不惜 其根雖老在地裡 幹也死在土中 及至得了水氣環繞發芽 幼長之條 像新栽的樹一樣 但人死亡而消滅 他氣絕 境在何處呢 海中的水絕盡 干河消散干阔 人也是如此 躺下不再起來 等到天末有了 仍不得復醒 也不得從睡中喚醒 他將自己 將人的一生 與樹木做一個比較 樹如果被斬下來 還可以再發芽 亂知可以生長不適 就算他的根在地裡 衰老 他也有復活的一天 只要水氣一到 他就可以發芽再生 但人不是如此 為何他將人與樹做一個比較 當然 若白是一個心中有神的人 所以他也盼望這個生命樹 所以他說 人與樹的分別在哪裡 樹可以這樣生生不息 這是神的設計 因為有神 所以樹木可以這樣生生不息 但人是否如此 人不是 人的人生是怎樣的 他說我們的人死亡而消滅 一氣絕的時候 我們就沒有了 其實他裡面亦是跟神說的一件事 就是神,你創造我 你創造我是一個人 你創造我不是一棵樹 如果我是一棵樹 你今天斬了我 我明天還可以發芽再來 但你創造我是一個人 我死了就死了 我只有一口氣 這口氣一過去之後 就甚麼都沒有了 神,為何你要擊打我 好像擊打一棵樹一樣 你如果將我當作一棵樹的話 拜託你創造我的時候 就創造我是一棵樹 你創造我是一個人的時候 你就要讓人 就是以我為人來看待我 因為人就是躺下不再起來 等到天無了 形不得復醒 也不得從歲中換醒 人生過去就過去了 人的指望在哪裡呢 所以神,既然你把我 把這個世界放在一個人的時候 除非你把指望放在我裡面 如果不是的話 我不可能像樹木一樣 生生不息 這就是若白的提問 當然這也是跟剛才前面的一段一樣 若白將一個無神的生命 套在自己裡面 神,如果你不在我的生命裡的時候 我只是一口氣 這口氣過去之後就過去 就甚麼都沒有了 就甚麼都沒有了 所以 你當我是一棵樹 其實他等於是告訴神 神,但你當我是一棵樹 去撞罰的話 其實我是受不起的 神,你太能看得起我了 大家有沒有試過 說過同一番的話 是不是 當我們在困難當中的時候 我想也會有牧者跟我們說 神能看得起你 我也聽過這句話 張牧師說給我聽的 當然我不會拚罰他 我知道他很愛惜我 他很想安慰我 但你心裡總會有一個聲音告訴你 神,如果因為你看得起我 所以我遭遇這一切的話 你可不可以不要這麼看得起我 是不是? 甚至我們有時候也會說 有人會告訴我們 苦難是神愛你 化了莊的祝福 我們便會告訴神 神,你可不可以愛我少一點? 是不是? 這是苦難中我們常會有的反應 的確是這樣 若白現在就告訴神 神啊,我建成一棵樹 我經得起你這樣的砍伐 你這樣砍伐我的時候 樹可以化芽再生 但我不行 我只不過是一個人 其實他將自己回到人的謙卑的地方 其實他很想做一件事 就是神啊,祢是神 神啊,我是人 祢讓我在祢的下方做人 不要將我當樹去砍伐 我只不過是一個人而已 我有我的極限 其實他等於告訴神 神啊,夠了 現在已經到了我的極限 其實他已經很厲害 這個極限已經是… 真是前無古日後無來者 是不是? 你想想想,如果在你的人生裡 你經不經歷得起若白的打擊 才是一切的財物一日盡失 很多人已經瘋了 足夠他跳樓了 是不是? 然後所有的子女同一日而亡 這一刻才… 我們失去一兩個都已經呼天搶地了 是不是? 他一次過失去了十個子女 而且如果十個都是頂心慘也算了 是不是? 那十個還要是輕有帝公 即是一幅完美的圖畫 一夜之間破滅 連爆兩件事 然後… 自己病得不像人形 朋友也認不出來 從頭頂到腳底 全部都是獨瘡 就是… 病都有很多種的 是不是? 這個病得這麼辛苦 又癢又癢又痛 從皮膚乾完又濕 又濕 又濕 裂完收水 結膠油再爆開 究竟你要重複多少次 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 若白說這些番話給神聽 不是沒有原因的 又真的要重複的 當然對於若白來說 在若白的眼中 就是這一切的激打是出於神 神為何要激打我到這種程度 他看不見的是甚麼 出手的是誰? 出手的其實不是神 出手的激打他的是魔鬼 當然我們也看到 魔鬼是不會有任何憐憫的 如果不是因為神 還保留最後一絲的保護在這裡的話 魔鬼出手應該會更加重 直接要取出他的命 但是神始終存留 但這幅圖畫 若白現在是看不見的 所以在若白的眼中 就是神為何要這樣對我呢 神為何要這樣對我呢 我坐在哪裡呢 我…有甚麼地方我得罪你呢 有甚麼地方我做得不對呢 不如你告訴我吧 如果你無法告訴我 不如你讓我死掉吧 反正人生就像你… 你眨一眨眼就過了 那你給我一個眨眼的恩典 讓我早點離開 讓我可以停下來 所以這個苦難不再在我身上 若白現在所看到的 苦難的結束就是他的安息 但是是否這個苦難的結束 就是真正的安息呢 究竟這個安息的東西是甚麼呢 其實在救藥中有一個觀念 就是除了這個安息之外 還有一個更大的安息人 其實救藥不是沒有復活這個觀念 而是有的 所以到了耶穌來的時候 新藥也未寫成 但是我們也看到 耶穌遇到有些人 是蘇上盼望復活的 所以是有復活的信息 有復活的信心 只不過對他們來說比較遙遠 這是一個盼望 不像新藥那麼實在的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看得到 我們知道 因為耶穌已經復活 成為復活的頭生的果子 他們在救藥裡面 是從遠處觀看 但是未見過人復活 因為耶穌還未來 但是呢 所以若白在這裡 是將一個沒有神的生命 套在自己裡面 所以他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如果沒有神的話 人豈是樹木可以復活 所以神,你讓這麼大的激打 臨到我的時候 我是受不住的 你不如放過我吧 這個就是… 好,我們再看第三個大段落 13到22節 為願你把我藏在陰間 存於隱密處 讓你的憤怒過去 若你為我定了日期紀念我 人若死了,豈能再活 我只要在我一切爭戰的日子 等我被釋放的時候來到 你呼叫,我便回答 你手所做的,你必羨慕 但如今你數點我的腳步 岂不規策我的罪過嗎 我的過範被你封在廊中 也奉嚴了我的罪孽 三崩變為無有 盤石挪開懸處 水流消磨石頭 所流日的駛去地上的塵土 你亦照樣滅絕人的指望 你攻擊人常常得性 使他去世 你改變他的容貌 叫他往而不回 他兒子得尊榮,他亦不知道 降為悲,他亦不覺得 但知身上疼痛心中悲哀 所以前面那兩個大段落 如果沒有神的話 人生苦短,沒有安息 如果沒有神的話 人起是樹木可以再生 人是無法生生不息 所以唯願你把床藏在陰間裡 傳入這個隱密處 不如… 如果人生這麼沒盼望的話 神,你不如早點把我埋在陰間裡 讓我去世好過 我寧願早點離世 願你為我定一個日期紀念我 甚麼是定一個日期紀念我 即是你替我定一個死忌 即是你替我定一個死忌 即是你替我定何時死 然後每年這個日子 你紀念我 就是這樣 總之他的意思就是 不如你快點收去我的生命 取回我的一切 如果人死了 就不可以再活 所以他說 他所盼望的是甚麼呢 就是我一起戰爭的日子 等我被釋放的時候來到 這個戰爭的字 其實英文翻譯有少少不同 第十四字 英文翻譯就是 If a man dies, shall he live again All the days of my heart's surface I will wait till my change comes 即是真戰這個字 英文翻譯成Hard surface 甚麼是Hard surface 即是一種復翼 一個奴婦的復翼 中文不知為何翻譯成真字 可能因為他將奴婦的復翼等同兵翼 所以就把它翻譯成真字 但其實若白的意思 人生就好像復翼一樣 這個腩翼非常繁寵、非常辛苦 直到要等待的盼望是甚麼 就是得釋放的日子來到 這個苦翼可以過去 所以若白說 如果神不出現在這件事 你不出現在這個苦難當中 苦難唯一的意義 就是等候他完結的日子 人的盼望就是在一個終結的地方 這個終結就是可以脫離這麼大的苦翼 這就是人唯一的盼望 我們今天的人生是否這樣 我們人生的終結是否我們的盼望 但其實我們的終結有兩種 今天我們來到新約的年代 我們人生的終結有兩種 一種就好像若白所說的 母神人生的終結就是了許地上的一切勞苦 但我們今天有更大的盼望 就是我們今天人生的終結 不只是適合地上的勞苦 而是我們進入一個極大 我們進入了那個安息之後 新的一天就開始 新的循環就開始 其實這是神設立安息 讓人體見的 當我們進入神的安息 跟神連結的時候 我們就進入一個新的循環 新的開始就臨到 這個早晨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所以若白就在這裡說 他人生的盼望在哪裡呢 是否就是等待苦翼的結束呢 他說你呼叫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 你必羨慕 如今你卻是數點我的腳步 擦看我的罪孽 我的過範被封在廊中 奉嚴了我的罪孽 但是神你現在卻在這裡擦看我 你擦看我不要緊 但是你卻是把我的過範 封在你的廊中 奉嚴了我的罪孽 意思是神你擦看我 你當然看得出我的問題 但問題就是 你把我的罪孽封在你的廊中 封密了 即是你不讓我知道 我看不見了 我的罪被封存在你的廊中 我的過範被你嚴密地封起來 封起來之後 以至到若白沒有辦法可以看見 看不見的時候 他就不知道出路在哪裡 他更加不明白的就是 神,那你擦看我的目的是甚麼呢 是嗎 警察來查我 目的當然是要拘捕我 你查完我之後 你又不拘捕我 你一直不停地查 很折磨的 是嗎 你知道警察不停地查你 但他又不告訴你我查你甚麼 你明白嗎 如果警察來到時 我們現在懷疑你甚麼 所以我們要搜尋你 你也知道 你懷疑我甚麼 我只要證明我沒有甚麼 便沒事 而且我會知道 你懷疑我的是這個 但我根本沒有做過這個 那我就很安心 是嗎 但如果他是鬼鬼祟祟 他就來檢查你所有的事 又這樣又那樣 但他又不告訴你 他懷疑你甚麼 然後他又沒有反應 他又未告你 他每天都來查你 每天都來查你 每天都來查你 你想想 這個日子怎麼過 人都瘋了 是嗎 現在約八卓 所同神所說的就是這樣 你規察我的罪過嗎 你是不是在這裡規察我的罪過 你在這裡掃點我的腳步 你每一步都會盯著 我每一步都會盯著 但你卻把我的過範 把封在你的囊裡 奉嚴了我的罪孽 你又不告訴我發生甚麼事 神啊 這樣是很折磨的 你不如痛痛快快地告訴我 讓我可以明白明白的 否則 一切的人是沒有盼望的 他就用了一個很文學上的形容 他說 山崩變為無有 盆石挪開懸處 水流消磨石頭 所流逆的 洗去地上的塵土 你也照樣滅絕人的指望 人的指望所指的 當然也是人的信心 但前面那些很美麗的文字 其實約八卓真的是一個… 約八卓真的不是一個尋常人 他有高深的教養和學識 神真的很祝福他之前 所以他說 就好像山崩變為無有 盆石落開懸處 水流消磨石頭一樣 這些所說的是甚麼 時間 時間會將所有的東西改變 石頭也會消磨 其實他在說甚麼呢 神啊 我對你的信心 就算堅如盆石也好 但時間一直這樣磨 一直這樣磨 一直這樣磨 信心總有一天 會被磨到不再存在 你用時間消滅一切 我的信心也快要讓你磨乾 神啊 究竟你想做甚麼呢 你要我等候到甚麼時候呢 這個苦難不斷磨 要磨到甚麼時候呢 沒有多少靜 上帝啊 我是一個有限的生命 我滴不過時間的紅樓 你是永恆之主 我拿甚麼來跟你交給呢 神啊 不要用你的時間 衡量我的時間 在你來說 千年如一日 人生你一眨眼就過 但是對我來說 他是很漫長 不要讓這段時間 來消亡我的指望 消亡我的信心 我是沒辦法可以勝過的 二十節 你攻擊的人上上得勝 這個攻擊呢 英文是用prevail You prevail forever against him And he passes on 所以這個攻擊的意思 其實是勝過 你是勝過人的 你上上都是得勝的 人一去世就甚麼都沒有了 但是你不是這樣 人的面貌會改變 你叫他往而不回 這些風箱 會在人的面上留下痕跡 人的面貌也會改變 人是會老的 其實意思就是 人是會老的 但是神理是不老的 人是會過去的 但是神理是永恆的 時間對你來說不是甚麼 但是對人來說 時間會在我們面上留下風箱的印記 時間會磨滅我們的信心 所以會磨滅我們的指望和盼望 人是一去不返的 所以當時的時間 一直磨滅一個人的人生的時候 去到一個地步 就算兒子得諸名 他也不知道 江偉悲 他也不覺得 即是體化了 你有沒有發現 老人家 到了八十幾歲 九十幾歲 我好像我爸爸媽媽 最近跟他們聊天時 我都發覺 他們也開始有這種心態 甚麼都提不起興趣 甚麼都提不起興趣 你跟他說所有的事 開心的事 他也是很平淡的 噢 不開心的事 他也是很平淡的 噢 對他來說 尊名的日子 對他來說 他覺得其實 還是差不多而已 所有的日子 好像已經… 其實也挺傷心的 對吧 你會覺得 原來人生到了某些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人生開始倒數 當然這個日子 是一個… 怎麼說呢 其實就是若白所說的 當我們沒辦法捉住神的時候 日子其實就是這樣 所有的事 都給你們時間磨滅 你有多少紅心壯志 有一天都會被磨滅 因為人是越走越走向結局 其實是越來越衰殘的 這個我們沒辦法去抵抗 你將自己跟你… 即是壯年的時候 去做一個比較 你都會看到的 我也記得 因為我小時候是一些很頑皮的人 例如通山走 我記得當時在荃灣建電起詩恩座 詩恩座的台也挺高的 當時還在地盤 下面更加低 即是爬低了 當時有一個石屎在上面 我有一天在巡地盤的時候 我就在那個台上跳下去 因為節省時間 所以免得走樓梯 這樣跳下去 沒事的 不過在穿地的時候 自己心裡就明白了 為什麼我的雙腳不是… 即是… 你年輕的時候 在這樣的高度上跳下去 就像你平地地走 那一刻一下去 一聲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好像硬著陸一樣 你明白嗎? 你雙腳好像沒有了避震 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 當然沒事的 所以就走下去了 但你知道 原來你不知不覺之間 體力已經流失了 不知不覺之間 以前你很輕鬆的動作 現在未必能做到 是嗎? 早前我小兒子也問我 爸爸 你以前做了多少次掌上額 他不問猶志可 他一問就是 嘩… 接著他就說 不如我們一起做吧 好 我做了五次已經開始熟悉了 接著他開始覺得自己雙手在陣 然後自己知道自己的事 你就知道 咦? 好像有些到極限的感覺 但因為他前面問我 爸爸 你以前年輕的時候 做了多少次掌上額 我到大學的時候 每晚臨訓之前 做一百二十次 是一口氣的 到現在就 五次已經陣了 你明白嗎? 你就知道 真是大江東去 日子不在 是不是? 人就是這樣 時間可以改變在一起 我們的面貌會改變 我們的身體會改變 甚至 對很多世界的東西 我們開始失去興趣 失去知覺 因為人要走他永恆的道路 走他回到家鄉 但這是沒有神的人生 這是沒有神的人生 但有神的人生 其實我們是越走向貴家的盼望 若伯現在在說的是甚麼呢? 神啊 我看不到你的臉 所以我的人生 是在走向世人的道路 走向一個沒有盼望的道路 所有事情都不知不覺 我只知道身上騰動 心中悲哀 這個心中的悲哀比身上的疼痛更大 心中的悲哀是甚麼呢? 是因為他看不到神 他不明白神為何 好像離棄他一樣 所以他的日子好像沒有光 沒有紙網一樣 但是他把這些問題 全部都帶到神的面前 今天我也要鼓勵在我們當中 如果我們正正在困難當中 在苦難當中的時候 我們要心中堅定地知道 神是在這裡的 所以這三種人生的狀況 是不會想到我們 是不一樣的 因為神真的不離不棄 我們始終會有一個出路 我們所盼望的 前面是一個更大的光明 不只是苦難過去那麼簡單 是有更大的意義在後面 是有更大的盼望在後面 這個才是若白記想告訴我們 但現在我們在過程當中 在過程當中的確是辛苦 若白的確在這個時候 看不到光 所以他不停地向神發出呼求 向神發出對話 向神來傾心吐意 但這個過程是重要的 因為這個過程 可以讓我們進入神的光明當中 暫時在黑暗當中 但終究的光必然來到 是嗎 讓我們一起去起立我們去 用詩歌來向神 來向神 來向神來訴說 我們裏面一切的悠傷一切的苦情 當你走到無力繼續下去 當你感到寂寞困擾空去 只要相信神完全明白你 願助你解開棍或拋開痛悲 當你跑到疲憤難再下去 當你感到疲憊 當你感到疑惑或說我是誰 只要相信神最是輔助你 就讓你伸手接上他心愛你 別害怕他心愛你 別害怕他心愛你 難受 但當怨弱與均勇 不需要再懼懷 耶穌必拯救 願你開口接受 張開你手 別害怕他心愛你 別害怕他心愛你 難受 難受 但當怨弱與均勇 不需要再拒絕 耶穌必拯救 讓你一生快樂 千次高飛 一个全身的你 当你走到 无力继续下去 当你喝到 寂寞困到空虚 只要相信 神完全明白你 愿助你解开困 或拖开同鼻 当你跑到 疲惫难再考虑 当你感到 疑惑说我是谁 只要相信 神随时辅助你 就让你伸手 接受他送爱你 别害怕他 别害怕他 只要你难受 担当怀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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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24年 他一样很快又被割下来 好像影一样 留不住 弟兄姐妹 这个时候我们都去思想我们的人生 要是若是百多 要我们 要迫我们 迫我们到墙角 去思想 人 其实真的 有多么脆弱 人的日子都在神的手上 人不能够好像树木一样 生生不息 在一年的开始 人的指望在哪里呢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身体 我们的家庭 甚至乎整个社会 指望在哪里呢 今天经文告诉我们 牧师提醒我们 唯有跟神连结 唯有跟神连结 在神的里面 在做物主的里面 有更大的盼望 暂时可能是黑暗 但是终究是光明 好不好 这个时候 在2024第一个神徒里面 直着若白基 我们有个盼望 就是神 我们有个渴望 渴望再次 跟你有个紧密的连结 就正如若白一样 人生苦短的里面 唯有神 你来眷顾我们 唯有神 你来帮助我们 你来跟我们沟通 你来跟我们说话 这个也是我们今年 每个人要跟神的渴望 神我们渴望 再次跟你紧紧的连结 渴望你跟我们说话 渴望 唯有在你的里面 人生才不是苦短 人生才不是黑暗 才可以进入光明 好吗 这个时候 我们用我们的灵 进入我们灵的里面 主啊 你来帮助我们 我们来渴望你 渴望你 在一年的开始 我们来尋求你 我们来尋求你 在光业无人知初 我寻求你 是一年的开始 我们来尋求你 的酒在乎鬼会安心 的你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影斩资 就在乎鬼会安心 你在乎平静安稳 我应该尋求你 的你 我只能听自己 的目光 就在乎鬼会安心 你在乎平静安稳 你需要你 我尋求你 我等候你 如影站至上等 住在你裡面 唯有在你的臉 住在你裡面 如同吃枝葡萄樹 靜靜想念 住在你裡面 住在你裡面 使我們的靈要緊緊的來練 與你連結 令手上滅花水全面 永不顧見 我的靈可以來捉住我們的神 無論環境如何 神啊,我們今天來學武力 在光也無人之處 我尋求你 那就在乎歸歸安心 那你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你 如影站至上等 住在你裡面 祝我們僅僅地用我們的靈來捉住你 如同吃枝葡萄樹 靜靜想念 祝我們今天就要與你連結 住在你裡面 就是這樣 就是一年一開始 住在你裡面 你連結束生命 你連結束生命 活水全員 永不顧見 你連結束生命 你連結束生命 我尋求你 那就在乎歸歸歸歸安心 那你在乎平靜安穩 我等候你 如影站至上等 你連結束生命 在甘汗無睡之地 我看不禮 在旷野无人之处 我寻求你 而就在乎回回安息 但你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影战之上 得救得力 我们要在你里面 得救得力 得救在乎回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得救是在你的里面 得力是在你的里面 得救在乎回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我等候你 如影战之上 得救在乎平静安稳 得救在乎回回安息 得救在乎平静安稳 得救在乎回回安息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得救在乎平静安稳 是在乎平静安稳 得救在乎平静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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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在你裡面 居在你裡面 願受生命或水承揚 容不顧竭 居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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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告訴我們 主人沒有了你就是這麼艱難 但若白沒有放棄尋求你 主,這也是我們 主,我們說我們不放棄尋求你 主,每天每天… 我們在神徒裡要遇見你 主,我們在港道的信息裡要遇見你 主,我們在敬拜裡要遇見你 主,我們在敬拜裡 我們的靈要被騷成過你 主,我們有你… 有你,我們不會呼喊 有你,你是我們生命的活水泉源 主,我們明以要你住在你的裡面 在一年的開始 我們來尋求你 在一年的開始 我們來認定你 在一年的開始 我們明以學想你 我們要來與你列見 主,唯有你… 主,我們未了你不能作甚麼 未了你,我們好像一劈爛泥一樣 唯有你,唯有你,唯有你 但兄姐妹開口,開口去苦求神 等如陽白日一樣去苦求神 神啊… 我們要來住在你的裡面 主,我們又要來靈受你生命的活水泉 住在你的裡面,唯有在你的裡面 祝我們今天不會呼喊 主,世人都在旁往的裡面 世人都在無助的裡面 主,有否有甚麼一樣 我們跟世人不一樣 豈不是你嗎… 主,我們今天還說是一年的開始 主,你是我們的盼望 主,我們今天就要來離手 你顯得生命的活水泉源 在你的裡面,我們不會膚潔 在你的裡面,我們不會迷失 因為你是那棵生命樹 在你的裡面,我們可以生生不勝 在生命樹的裡面,我們可以生生不勝 主,我們今天就來到你的金錢 來呼求你,在一年之遲 我們定義尋求你 主,你幫助我們 幫助我們的家 幫助我們的正常 主,幫助香港 主,幫助我們的國家 幫助中國 主,你們幫助全地 主,世人沒有了盼望 世人找不到真正的出路 用很多人的方法 不能夠尋求真正的解救 真正的解救在你的裡面 真正的救贖在你的裡面 唯有你是生命的活水泉源 主,我們要與你連結 主,我們不要在枯乾的裡面 我們不要在死陰的優局裡面 主,你幫助我們編結你 主,我們要你編結你 在你裡面 輸在你裡面 輸在你裡面 如同痴子 無老樹 緊緊想念 輸在你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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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受傷你我水泉源 永不顧借 住在你裡面 若我們都舉起手與神連結 主,今天我們與你立揚 主,我們今年以來以死 如好似自主與葡萄樹人一樣 緊緊與你連結 令手上免磨碎盡 永不顧借 因為你了你,人不能做什麼 若白的生命告訴我們 你是人唯一的出路,唯一的怕亡 你是活水泉 欣賞你,我們的生命可以不富絕 欣賞你,我們的家可以不富絕 欣賞你,我們的職場可以不富絕 欣賞你,香港社會可以不富絕 欣賞你,我們的國家可以不富絕 欣賞你,我們有盼望,我們有出路 主,我們感謝你,我們贊給你 你是我們的一切 你是我們的主 你是我們生命的主 是我們家庭的主 是我們職場的主 你是香港的主 你是中國的主 你是全地的主 唯有你,欣賞你,我們有盼望 欣賞你,我們有出路 主,你來幫助我們 回歸生命樹裡 可以生生不息 主,我們感謝你,讚美你 聽我們的禱告 接受我們的敬拜 奉主耶穌基督得盛的名求 阿明 約百記14章 第一節、第二節 約百問 人為婦人所生 日子短小,多有患難 出來如花又被割下 飛去魚影不能存留 這樣的人,你在真眼看他嗎 人生很短暫 轉眼如花割下,魚影飛去 若白問神,這樣的人,你也看嗎 人生很短,但神怎麼看 這麼短暫的人生,永恆裡面有什麼價值 有什麼意義呢 神的回答是,人生很短 很多的苦難、困難 但耶穌為我們降生在馬槽裡面 定生在十雅之上 祂將永生報答所有尋求祂相信祂的人 人生是苦短,但耶穌為苦短的人生 大下永生 人生是有苦難的 但耶穌說祂已經勝過這個世界 所以耶穌就是光 就是出路,就是盼望 就是永恆 今天耶穌為苦短的人 今天耶穌已經進入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的人生 讓我們感受到的是你與我們同行 人生的苦難,你也明白 因為你經歷的苦難 比我們還多 你為我們經歷一切的苦難 遭受一切的激打 甚至釘身在十字架之上 但你已經升過苦難 復活升於高天之上 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這就是我們的排駁 生命可以因你而翻轉 人可以因你而改變 所有的事情都有你就不一樣 祝你進入我們的環境裡 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 讓我們的環境因你而改變 讓我們的心因你而改變 讓我們整個人都因你而改變 因著這個改變,我們的人生就不再一樣 祝你幫助我們 將這樣的能力、盼望、賞賜給我們 讓我們與你同行 寫下一個新的人生 主,我們感謝你 聽我們的禱告 奉耶穌基督的命,Amen 我們今早上神討就到這裡 願主祝福大家